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贵州历史悠久 是古人类发祥地之一 远古人类化石和远古文化遗存发现颇多 早在二十四万年前 就有人类栖息繁衍 已发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八值余处 截至2018年底 贵州省下辖六个省辖市 三个自治州 其中 就那雍县来说 人口超八十万 隶属于碧节市 该地区于1941年建县 因县南有一纳雍河 即以纳雍雷县名 也即是贵州省建县 相对较晚了一个县 一首先 那雍县隶属于贵州省碧节市 在地理位置上 那雍县位于东京 104度 55分40秒至105度 38分04秒 北纬26度 30分16秒至27度 05分54秒 地处贵州省西北 碧节市东南 其东南与之金县 六支特区 西南与水城县 西北与碧节市七星关区 鹤江县 东北与大方县相连 东西相距56公里 南北相距48公里 总面积2448平方公里 就那雍县的历史来说 秦始皇26年 公元前221年 金贵州省的雍县一带 属汉阳县这一建制 汉建元六年 公元前140年 设立乾维郡吉义 汉阳 平仪 朱体 玉燕朱县 金碧节市那雍县一带属乾维郡平仪县 元顶六年 公元前111年 设立脏科郡 平仪县改立脏科郡 该地区属之 二展开全文三国这一历史阶段 位属无三国鼎立 金奈雍县一带成为蜀汉的疆域 唐龙硕三年663年 该地区属举州 古代十国时期 金奈雍县一带为汤旺州和郝州属地 元志元十五年1278年 设立乌萨村管府 十九年1282年 元朝设立顺元等陆宣卫司及都元帅府 金奈雍县一带属之 明洪五五年 十三 七十二年 改顺元为贵州 并设立贵州宣卫司 该地区属之 公元1630年 明朝崇祯皇帝在位时 改贵州宣卫司为水溪宣卫司 金奈雍县一带属之 清康西四年1665年 设立大定府 该地区属之 到了公元1687年 清朝改大定府为州 与前夕 平远同立为宁府 三岁最后 公元1730年 清朝用镇皇帝在位时 复改大定为府 威宁为州 与前夕 平远 碧杰弘立大定 金奈雍为大定府亲侠地 到了1914年 大定府改为大定县 金奈雍县了一带属之 1928年 大宁县只属于贵州省 1941年 以大定县西武区及水城 至今 郎带部分地建县 因县南有一纳雍河 即以纳雍雷县名 由此 对于纳雍县来说 1941年才建县 是贵州省建县相对较晚了一个县 1970年 纳雍县属碧杰地区 2011年 撤销碧杰地区 设立地级碧杰市 那 雍县属之至今 截至2018年底 但雍县总面积达2448平方公里 总人口约为83万人 对此 你怎么看呢 文庆怀历史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